我以前刚刚出家的时候 我也是跟着一位师父 他是住在前迈的 他也是在搞慈善事业 我就是因为呢 从报章上看他在搞这个慈善事业 感动到呢 我去跟着他出家 后来跟着他一段时间了之后呢 我才知道 这不是我们出家人应走的路线 这一出家人呢 他有一个地方 专门收留这些上帝民族的孤儿 他也有办学校 办这个教育工作 这些团体呢 的开销都非常非常的大 信徒志愿捐来的款项不够应付 最后来呢就开始呢 做一些变相的工作 我记得呢 我跟他出家了之后 他就带着整队生团呢 到每一个国家去拖拨花园 拖拨花园主要不是为了花园食物 是为了花园钱 记得那个时候呢 他带我到台湾去拖拨 那个时候 我们新加坡跟马来西亚 有一些人呢 跟着他出家做沙米 我记得呢 我出家不到两个月呢 就被派到台湾去 我们的生团呢 大概有三十多个人 每天呢 我们这三十四个生团 包括每期啊 大概有着五十个人 每一天呢 我们都分成大概是五条路线了 到台湾的大城市 那个市场去拖拨花园 我记得呢 那个时候 给我很深刻的印象 我刚刚出家不久啊 我就要带头啊 带这些人呢 去闯大街小巷啊 去拖拳 台湾的市场呢 不像啊 香港啊 香港这几天 我们去拖拨呢 我们发现到 他的街道很宽阔 但是 那个时候 我在台湾去的时候 我们到那个市场 去拖拨的时候呢 市场 他的道路呢 是很狭窄 而且人 非常非常拥挤 我们这边 拖拨 我们就是 不接受金钱 只拖食物 但是那边呢 市场教导我们 我们拖 拖食物 假如 有人要给钱 那也不要紧 我们可以接受 市场教导我们说 啊 我们不是跟他讨钱 是他愿意给的 所以 我们可以接受 所以每天呢 我们就被分成了 五条路线 每一个人呢 带头呢 带着这 十多个人 十多个人 到每一个大街小巷 去那边花园 我记得那一年是冬天 非常冷 我们穿着很薄的衣 不像 现在啊 你们还有绵衣可以穿 我们那个时候 没有绵衣穿 在冬天呢 下着毛毛的衣 我们呢 侧着脚啊 要像金队这样 排得很整齐啊 头滴滴 慢慢走 慢慢走 好像演戏 这样我觉得 那个时候我心里很难受 因为我曾经看过戒律啊 比丘 沙尼是不可以抓取金钱 但是我今天 毕着要带着队啊 来带头 来拖这个钱 我心里很难受 而且台湾的信众呢 一般上他不知道 比丘的戒律啊 所以他女众呢 也跟我们挤来挤去挤来挤去 因为人情很密啊 我们要挤进去啊 肯定会左右 一定会碰到女众 有意无意都会跟女众碰撞 所以我们觉得心里很不好受 只要想呢 我们从街道的开始呢 走到街道的尽头呢 大概有时要花半个小时 台湾信众呢 每次看到师傅来花园呢 都是给钱给惯了 他们很少会懂得给食物的 就是啊 一直丢钱在我们的波里面 所以我们从开始啊 走到街道的尽头 又从这个啊 市场的尽头走回来啊 我们每个人的波都满波而归 不是充满食物 是充满钞票 那回来呢 就把那个钞票呢 倒在这个空地上 那些长老呢 就坐在那边数这个钞票 就看到呢 给我很大的打击 那个时候我的心很难受很难受 但是我们刚刚出家 没有办法 遇到这个市场 不听他的话又不可以 所以只好呢 整整整 我记得那个时候呢 在我们的团队里面呢 我 跟一个台湾比丘 你跟一个台湾比丘 三个人 每个星期负责 把这些钱呢 拿去进银行 真的 我们拖到的钱很多很多 每一次啊 送回去泰国啊 都是几百万 几百万账送回去的 联系会了哈 啊 一两个月 有一天呢 我记得很清楚 也许呢 啊 我一生里面最难忘的 就是那一天 那天 我们的市长 叫我们去金钱 会回去泰国 那个Cashia 那个出那也 当场 面对很多人 骂我们三个人 他骂我们说 你们这些出家人 你每个星期 会这么多钱 回去泰国 你要把台湾的钱 全部 都搬光是吗 很多人的眼光 头像 我们三个人 我们三个人呢 真的是 羞愧到好 不敢忘的 他们只好 看着地 当时呢 地有动了 我们就转下去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 心灵的创伤 所以呢 我不同意啊 出家人搞慈善事业 不管他 以怎样的理由呢 说啊 我们得到的这些钱 我们都是在帮助人家 但是呢 却带给佛教 很大的伤害 因为我们破坏 佛陀所制定的戒律 我们使他正法呢 早日灭亡 所以呢 希望大家明白 你们假如改次呢 真的出家呢 慈善事业 不要去搞 假如要搞 教导在家居士 让在家居士 去搞慈善事业 你这样想呢 这位法师呢 带着整个僧团呢 周游整个台湾 从北拖到南 南拖到北啊 所得到的钱是很多很多 啊 啊 我记得 我们每天呢 要从台北呢 包这个德士呢 去到南部呢 把这个钱带回来 那个时候我还是做沙米 还没有做比丘 两个比丘 一个沙米 去把这个钱拿回来 假如人家知道我们拿一袋一袋的钱的话 我看我们的生命都没有了 所以在那一年的结束的时候 我就跟另外一个新加坡的沙米呢 两个人在这个机场的时候 不告诉市场之下呢 离队了 就跑掉了 为什么我们会到机场去呢 就是又要到另一个国家去啦 我们常常去的国家就是啊 台湾 马来西亚 新加坡 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呢 来到新加坡呢 我们就在机场消失了 离开他们了 啊 为什么 我会决定离开呢 是因为我发现呢 有一天我们去拖波啊 在我们的团队里面 有一些是出家 一段时间的 因为拖很多钱 钱太多 一些人呢 没有看到这么多钱 所以有些呢 就开始抓钱 塞进自己的袋里面 回到来的时候呢 有人就就报告市长 市长就为了这个东西呢 啊 呵斥这些人 说不应该这么做 那是真正的错在谁的身上 是在市长的身上 因为他叫我们去设计钱 所以有些人控制不了 做出这样的行为 你不可以怪谁 你要怪应该先怪自己 今天师父跟你们讲呢 不是破坏谁跟谁 诽谤谁跟谁 是要叫你们 你们假如真的有意愿要出家 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但是呢 眼睛要张大大呢 不要错 选老师 一选错老师呢 他就会带你走上不正当的路 那你的数字也开始慢慢变了 后来呢 听说跟他出家很好数字的很多 比丘呢 也联系的先后还数了 可能很多人看不惯了 一个一个离开他 所以呢 希望大家呢 不要为了搞慈善事业啊 然后以变相的手法来筹获这个钱财 不管你用什么借口都好 什么堂皇的理由都好 这都是不应该的 因为呢 这只会使到正法早日灭亡 所以希望大家小心 不是师父反对这个慈善事业 而是反对出家人亲自搞慈善事业 假如出家人要做的话呢 那也只能够教导在家人去搞慈善事业 不是本身去搞慈善事业 就好像最近呢 新加坡也发生一些事情 一些很出名的长老呢 搞慈善事业 因为这个信徒的先捐 捐进来的很多 所以就把这些慈善款项呢 拿去投资在其他方面 但是投资呢 他所投资的生意失败了 负掉很多钱 政府开始追查了这个账目 为什么这些钱去了哪里 所以动用这个钱 那假如有一天这个 日间呢被揭开 灯在报章上 你看对佛教的伤害有多大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佛陀告诉我们 我们出家人不应该设计钱财 那假如你很想搞慈善事业的话 肯定你跟钱财离不开关系 那假如你跟钱财离不开关系的话 对你本身不好 对你的途中呢也不好 所以希望大家明白啊 没有一个人的智慧能够比佛更有智慧 佛陀不允许我们做的东西 佛陀没有做的东西 我们不要尝试去做 现在我们要明白出家人的工作是什么 在家人的工作是什么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 出家人一直拼命去做在家人的工作 在家人一直拼命在做出家人的工作 什么是出家人应做的工作 第一呢就是修行 修行呢有这个心得 有这个经验呢 那可以来教导信众 教导信众 帮助信众的离苦 这是我们的责任 那在家信众的责任呢 就是扶持身团 急急的行善 不施 这是在家人的责任 假如佛陀的失众弟子呢 就是幽婆舍幽婆仪 跟比丘比丘女呢 懂得他们各自的责任的话 那正法能够长住世间 那假如比丘 比丘女一直去做在家居士的工作 那在家居士又婆舍又婆鱼 又拼命来做比丘们的工作 那这个叫混乱颠倒了 其实做慈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但是我们要知道 慈善呢 应该是由在家人来做 慈善的工作呢 不是我们出家人做 我们回归原始佛教去看看 佛陀当时在世的时候 佛陀有没有本身搞慈善 或是叫阿罗汉弟子们搞慈善 佛陀在世的时候呢 只有教导在家居士是做慈善事业 我们出家人呢 并没有牵涉做这个慈善的事业 我本人呢 我不反对慈善事业 慈善事业是非常好 但是呢 不是由我们出家人来搞慈善事业 是由在家人去搞慈善事业 那假如我们一个出家人 全是到慈善事业的话 我们天天为了钱 钱 钱 那就很麻烦了 等下我们坐禅坐到一半 想到钱 钱 钱 我们本来是不多 不多 不多 但是做做一下不是不多 不多 勤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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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 因为慈善事业是要通用到很多很多的资金 才能够做慈善 那假如我们出家人呢 天天为钱财烦恼的话 那真的走在这条正道上 要了生托使 永远没有办法了生托使 我本身呢 出了家 还没有出家之前 我也参加过很多团体 我也发现到这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我们出家人 假如牵涉到金钱方面呢 很多时候都会出问题 很多时候呢 为了要做慈善呢 比如说 你有洗肾中心啊 你有老人院啊 你有孤儿院啊 你有医院啊 为了获得这些金钱呢 很多时候我们会主办一些法会啊 来筹这些钱 但是不是以正当的方法来主办这些法会啊 你们知道什么叫做法会吗 也许很多人常常常听到这两个字法会 法会 但是真正的现在的所谓的法会呢 已经是辨识了 佛陀 佛陀时代的时候 在那个集会上 讲经说法度众生 这就是法会 明白吗 法会呢 就是开示佛法的集会 这个叫做法会 但是现在你们看到的什么法会 点灯也是一个法会 所以很多变相的法会啊 会因为呢 我们需要钱 而衍生出来 所以为了使很多人参加得到这些钱财呢 很多时候有意无意之间呢 我们会夸大这个法会的功德 就能点灯来讲啊 有时候我们去到一些地方 他说你要点这个灯呢 有很多种类 有些五千块 有些一千块 有些几百块 最便宜的二十块 有些甚至讲呢 你点了这档灯 你就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听的人呢也很高兴 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有很多品啊 一瓶二瓶三瓶四瓶的九瓶 所以你点哪一种灯呢 价钱越多的品位就越高 就没有钱的人就不用去了 也许有人这么说 哎呦我们未来未去都是为了做慈善事业 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方便法门 但是大家要知道啊 佛陀有没有这么做啊 阿罗汉弟子呢有没有这么做 假如没有的话 我们不要比佛更聪明 因为这样做呢 不会使正法长驻世界 反而会使正法更快的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假如能够点一盏灯呢 就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我们就把佛陀讲的这个因果论呢 那我们就把佛陀讲的这个因果论呢 那假如点灯就能够消灾元寿的话 佛陀讲的因果论就不能够成立了 就没说过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